我还跑 我还跑 加油 加油 阿姨兴奋玩着打地鼠 就像被游戏机给俘虏 但这可不是夜市的游戏餐位 而是议员参选人在拿票 你又是王孝玉 就连小孩也被机器人给吸引 民众党彰化议员参选人王孝玉 曾是资测会工程师级主任 近来带着打地鼠游戏机到社区外票 还知道小朋友写成是组机器人 买了各式各样玩具在竞选总部 提供给选民带着孩子到服务处游玩 拉票新招 还有 竞选刊版上大大的写上 不是每个姓章的都是地方派系 云林县议员参选人用标语来吸睛 在鸡肉饭店家墙面上 还写着这家鸡肉饭超好吃 败票时也让选民误以为 他就是鸡肉饭老板 另外一位云林县议员参选人 陈峰宇特别穿上抖六高中制服 做成广告刊版 拉近和在地选民的距离 拿起手机扫描刊版 还能看到广告动画 云林县议员周秀岳 这次推出科技广告文宣 让选民能在手机上看到 任内震机 也发送Q版卡通口罩来拉票 多少有用啊 但是还是群种 我们大概五六年级的来讲的话 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啦 但是年轻一辈的这个会差很多 虽然招数创新 但资深选民多半还是喜欢 传统败票方式 多总性社区和选民互动 TV新闻张黄于林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